金肉蜂,唇骨竹心蟹,腹豬東流 什麼東流,這裡還有復國神聖,吐司流 歡迎我走,請教我危機處理大師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金牌BB,我是千涵 我是平君,我是鐘哥 看龍哥品嘗一副好好先生樣 要嚇人,真的沒手軟 上次給我出兩張鬼牌 上次鬼牌的比特幣顯卡族群跌了 金龍谷也崩了,春谷竹欲哭無淚了吧 你要怎麼負責啊 平君妹妹,你不要什麼事都叫我負責 那負責久會出事的,你要說聽話很重要 尤其是什麼,聽有經驗的人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有三個面向,金龍谷這邊 也可能會出現一個雜音,包括台幣貶值 還有這個值率率倒化的情形 還有什麼轉投資收入 所以金龍谷要請大家先做避開 其實個股已經回檔一成到兩成了 那手中還有金龍谷,其實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這邊金龍指數回測上揚極限 或許會有一個反彈 但是反彈上請大家記得 這是讓你減碼用的 那至於說還有哪些個股值得我們去做留意的呢 我們趕快來今天的金牌比比 我來,我想先抽 好吧 我想抽拉拉姐前面的 好,反過 你可以再過來一點 來 鬼牌耶 不手氣也太差 我們這集又要來嚇大家 那這張鬼牌是所謂的晶圓代工 蛤?又是鬼牌? 但是台積電就是被外資當提款機啊 習慣了啦 蛤?可是台積電營收不是會一直成長嗎? 如果護國神山都土石流了 那其他電子果不就也遭殃了 那這個晶圓代工呢 先前我們曾經跟大家報告過 這邊你只要留意下先進製成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成熟製成的雜音比較多 這報價已經開始到趨緩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台電法術召開之後 台測或是台報 都是非常亮眼的 但是卻不提大環境因素的影響 所以使得什麼 法術會變成一個法會 那我們仔細推敲一下這個財測的內容 其實你會發現 第二季營收雖然說 即增這3%左右 但是如果你拿掉這個台幣貶子的因素 其實它是衰退的 照大家理想 漲價營收還要往上再成長再成長 但是卻只有成長3% 所以要使得種種因素來看的話 目前上昂對於說電子果的氛圍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這邊神跌落凡間 那其他的子民也是跟著同步漏難 那第二張牌誰來抽呢 我來抽喔 我抽這張 黑桃Q 那黑桃Q我們要跟大家聊到 食品內果年代表 跟大家提一下這散裝航運 澎澎要來啦 萬物都在漲啊 但什麼東西不要 都一定要吃啊 不能吃太胖喔 會被殺掉的 所謂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 之前是原物料在漲 現在食品股漲肋股也一片紅 這波趨勢要怎麼追啊 是的我們這邊來看到一下 其實這邊糧價問題 曾鋒說會比這個人員的價格還要嚴重 現在兩位媒體都有提到 我們民以食為天 所以這個糧子的價格如果降不下的話 會很麻煩的 我們可以看到淡價又往上漲 所以資金有開始跑到這個食品股 那食品股過往是呈現一個怎樣 這是大牛股 這邊呢通常都是不漲 那一漲就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這邊其實你也不用過度這樣 你可以保持著一個什麼樣的節奏 量縮震盪 拉回沒有破滴 對你保持著這種節奏 那同時呢看到食品股在漲 那其實呢這大裝物質在漲 散裝航運呢也不會太過寂寞 然後上週五的時候 這慧仰秀供到漲天板了 那雖然說今天也有稍微壓回 但是我們認為是一個機會 同時化學這個原物料類股 甲肥類股 其實你可以去多做留意 今天冬簡又供上漲天板了 那第三張牌就是 小弟我本人 那我抽這張牌 黑桃J 黑桃J是什麼呢 對我們要跟大家聊到這個 綠能除能概念 那個碳中和一定是全國有目共睹的趨勢 各個也都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絕對是長線可以關注的啦 而且我怕黑 嗯 為了不想忘記大家是誰 所以我們不能缺電 大家一定會支持綠能發電吧 那其實碳中和是一個長線議題 那先前那金牌VP 我們也一再跟大家追蹤 要好好特別去留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 電磁股這邊開始出現雜音 那最近跑出電磁股 還會去找尋下一個出海口 所以最近集中跑到這個出能 那出能為什麼突然爆起來 最主要是因為什麼 大家都認為說 台灣夏天會開始進入一個停電狀態 停電的次數可能會越來越多 所以風力發電 上午頭跟四季缸已經往上噴出了 那接下來太陽能也有機會 跟著往上做噴出的態勢 其實你可以特別留下儲能類股 因為這些令人發完電之後 總是要找個地方去做儲存 所以儲能類股也是有機會跟著受位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 這電動車也是需要儲能這邊 蓬勃發展才有機會怎樣 帶動整個電動車產業 所以我們那時候這長線議題 大家可以去多加留意震盪的一個好買點 龍哥 我可以忘了你是誰 但是我們永遠忘不掉 你的隱藏牌 原來你們只是想要我的牌 中哥非常的傷心 那這集的隱藏牌 是跟這個儲能有關的 那股價已經開始先漲一段了 那近期是走一個橫向哲理 但是橫向哲理的過程中 即使外資跟投信 他們的籌碼並沒有特別鬆動 那再來情況之下 我們那時候亮說 很有機會再走第二段的漲勢 所以這張隱藏牌 大家要來好好把握 龍哥的Telegram Fly 1768 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金牌比一比 我們下次見 掰掰